主席,各位委員同仁,列席的檢察院的陳秘書長及各位官員,請陳秘書長 陳秘書長,請 秘書長,辛苦了 還好檢察院有你 不過,顧目難稱,一個人稱得也很辛苦 因為狀況還蠻多的 我現在要針對幾件事情,要來請教秘書長 今年八月份的時候,特徵組,黃總長,他簽結的,就是有關於宇昌案的刑事的部分 他是用簽結,刑事的部分是用簽結 他認為說刑事上刑事無不法,所以他就簽結了 但是啊,我覺得這宇昌案啊 他不是刑事的問題 他是一個行政的問題 那行政問題呢,那依照這個,這個監察院啊 啊,這個,就是憲法徵修條文 啊,這個,第七條,行使這個,給監察院的一個 呃,行使這個,呃,談合跟究極之前啊 啊,那也對這個,憲法九十一條的第二項啊 啊,對施職違法的公務人員,提出這個究極及彈劾案的 啊,這樣的一個職權裡面 我覺得這個監察院啊,應該要扮演最重要的一個角色 他是不是有疏失 就應該是監察院的一個職權啊 我提到這個宇昌案的問題就是說 他是一個,把政府角色啊,錯亂的一個案子 如果說,這個,呃,宇昌案的話 他是一個,呃,這個一個,呃,有一個公司呢 去申請啊,呃,這個,就是,國發基金裡面 啊,來,支持申請這個生物科技 也就是說,呃,那個,艾滋病的一個研發 啊,生產跟製造的一個案子 結果申請了兩年多呢,當然就沒有結果 但是在申請的過程當中呢 政府啊,啊,這個,尤其審查的機關啊 認為說,哎呦,哇,這案子如果成的話 那不是吃一輩子啊,十輩子也吃不完啊 有利可圖啊,啊,艾滋病的一個研發嘛 所以,所以呢,就不准這個申請的案子就打回 然後自己呢,成立了一家公司 然後去自己呢,批給自己 說,啊,這個案子我,呃,這個,我,我成立一家公司 我來當負責人,我來申請這個,呃,這個國發基金 呃,那個,就基金呢,呃,來,呃,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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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成立這家一公司 這變成了政府的這個角色是,是整個錯亂掉 政府的角色是什麼,是一個仲裁者 就我申請一些案子,我申請的案子 準或不準,我依照這個標準準與不準 是政府單位來決定 但是呢,他結果他自己,他仲裁者變成一個 攔路府啊,啊,啊,政府變成一個攔路府 變成一個,呃,官兵變強盜 這樣的一個方式,呃,變成他是一個競爭者 可以這樣做嗎?如果今天那個經濟部制裁局 那個申請那個專利的,我認為說我這個呃,申請專利 我這個專利,我將來不得了,啊,所以呢,呃,我就是把你打回去 然後我自己呢,呃,成立一家公司,我來研發生產製造 可以這樣做嗎?呃,民主長,你覺得這樣可以這樣做嗎?當然不可以嘛,對不對?既然是不可以 這方面有沒有行政上的疏失 我是覺得說,而且,他批文呢,不要說蔡英文批給蔡英文自己本身啊,哦,那就算他那個程序上 照理講,行政院的批文,是不是應該是,是副院長在批的嗎?還是院長在批啊? 當時蘇貞昌為什麼沒有批?為什麼是蔡英文在批啊? 這行政上有沒有一些違師啊?那個監察院有沒有去查一查? 有關這部分啊,這個不只是立案,而且還在進行做 還在進行做嘛,對不對?還沒有結案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應該要好好的去查一下 這牽涉到,呃,這個,呃,這個官征的問題啊 政府變強盜,政府變成藍路府啊 他本來是一個仲裁者,結果變成一個藍路府,變成一個強盜 可以這樣做嗎?當然不可以 這對,呃,這個政府的形象影響是太大了 對 也影響到官征嘛 是 所以這個部分務必要好好的查,好不好?是 好,那第二個我要請教一下這個,秘書長就是說啊 之前啊,監察院,呃,對於這個侯寬人檢察官在偵辦太極一門案件的時候 你們監察院啊,有,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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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地舉出的八大輸為師 八大重大為師,哦,嚴重的,呃,侵害被告的權益 而且你們是監察院呢,喊請法務部啊,從嚴就責益處 從嚴就責益處啊,也就是剛才我們,趙委所提到的 有沒有這個益處見負啊,結果,法務部給你見負了嗎? 見負了 見負了怎麼說呢? 沒,聲介 聲介 那,換句話說你,那你,你監察院是白查的咯? 當然是不符合我們的要求咯? 對不對? 對 八大,呃,呃,呃,這個書師,你要求要益處見負 結果呢,法務部跟你告訴,告訴,告訴監察院說 因為,我超過時效性,超過十年了,呃,追書期 所以呢,我沒有辦法處理 我轻轻 你大刀砍下去 结果他轻轻的 这个放下 不痛不痒 我请问一下秘书长 像这个部分呢 那法务部呢 这个应办 超过时效的部分 他为什么超过时效 那法务部应办而未办 明显有行政疏失 监察院有没有去查呢 这个当然有 也有查吗 那查的情况居然是怎么样 这件多严重的事情 这是民怨之所在 结果呢 你监察院 举例了八大书师 法务部啊 爱理不理 到最后了 给你这样的很简单的 就轻轻的 放过 那现在呢 针对这个板桥地检署的 主任检察官吴秋莹 彰化地检署的检察官 林一辰两个人 仪式利用 检察官职权索赔仪式 那监察院还在调查吧 对 有没有在查 有吧 我 我们会在这里啊 再看看啊 法务部啊 会不会离你们监察院 你们变成 无鸦的老虎咧 啊 所以 我为什么是希望 我们期许啊 监察院要做一些 动作出来 啊 我跟秘书长也讲过好几次 是的 我们是五权分立的国家 对 监察权应该要严守 宪政奋计 除了对违法 失职的机关 官员纠谈之外 那另外呢 就 王院长啊 不宜 或是部分的委员 监督委呢 不是以对行政级立法 做过多的行政指导 是 不要做过多的行政指导 那 因为 这个监察院的职 呃 职权的行使是 事后的监督权 那你要事前呢 做行政指导 啊 下指导旗啊 或是说捞过戒啊 该管的你又不去管 不该管的管一堆 呃 你要造成啊 行政机关呢 也疲疑应付 这样啊 其实对我们监察院 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是的 那最后啊 我要是跟这个 呃 院长啊 呃 这个秘书长这边再谈一下 是 呃 从2008年啊 监察院恢复运作这四年来啊 今天啊 真的很认真 案件也非常的多 那监察院的曝光度 真的是非常的高了 但是报导呢 却不是监察委员 勤劳认识 勇于纠谈不法 或是说整治官征 而是制造出许多争议性的一个话题 引来负面的一个评论啊 啊 包括院长的领导风格 还有谈话的争议 纠正案被厂商登报 反击耶 啊 过多的行政指导 遭行政机关反弹啊 这些blah blah很多 啊 我相信啊 呃 监察院 呃 呃 这个 这样的一个作为啊 哦 我相信不是本席还有全国啊 这个老百姓啊 所乐见的了 那 我一再的提醒这个秘书长就说 这些负面的争议都是严重损伤监察院的威信 哦 如果我们不检讨改进 监察院行使职权的正当性跟权威性啊 啊 啊 将会受到民众的一个质疑 那到时候呢 监察院的存费啊 啊 就像刚才就 有人提 我也提出来了 啊 这个监察院的存费又被拿出来讨论了 是 啊 尤其现在景气不好 民众对于这个政府机关的预算跟花费啊 啊 啊都睁大眼睛在看 若 呃 舆论说 啊 我废掉监察院一年可以省 刚才讲的这七五千万的话 我相信又会引来啊 一面倒的这声音啊 跟打法 啊 所以后果啊 对宪政的运作啊 影响是相当的大了 是 我们希望监察院能做出成绩来 那秘书长回去以后 能转达院长跟监察委员好不好 是的 好 那另外啊 最后我就提醒就是说 我们监察事法 啊 不是阳光事法 阳光事法里面 有很多就是我们监察院的 啊 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立法委员本身也要检讨 我立法的品质好 啊 或不好 我们也必须要检查 我们也必须要检查 像有些不合时宜的 啊 或是说有自然难刑的部分 或是不符合社会常情的部分 啊 是不是啊 也请监察院这边 一一的 这个奥猎出来 啊 提供给我们 啊 这个立法院啊 啊 来做一个修法的一个参考 啊 比方说 像这个政治现金法 啊 你要说 就要 人家要赞助 呃 要 选举的时候要赞助你 你要先问他说 你公司有 去年有没有亏本啊 这个不符合社会常情的部分 也会增加你们很多的困扰 是 比方说这个 呃 游说法 啊 那根本也 很多 造成了 现在所有各部会 各院啊 啊 五院都有这个 每天在做违法的事情 你要到 你要找立法委员来游说的时候 你要不要先到法治局啊 立法院法治局先去登记啊 你们有没有去登记 没有啊 啊 像有些这个是 反而对我们来讲是 限缩的我们的职权 或者影响到我们选民服务的一个事项 或者愿记沟通的一个事项啊 其实啊 你们都可以据理力争提出来 因为你们在执行的人是 应该是最清楚 哦 呃 困难点在什么地方 有些不合时宜的地方在哪里 我建议啊 能够提供给我们做参考 好不好 是的 好 谢谢 谢谢 好